阿们 大家请坐 阿瑞阿,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神,我们事件是疫情 违解封之后 又回到教会来聚会 大家一定会觉得好像很久没有 见到彼此,很久没看到弟兄姐妹 也愿神能够 敬念示福气给大家 那今天第二节的聚会 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我的题目是《旁观与投入》 题目的意思就是说第一种状态是 我站在旁边看 看你们要做什么 看你们怎么做 第二种是我愿意自己踏进去 一起来参与 那我先分享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站在路边 他就看到有两个人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什么事呢 这件事是非常没有意义的事 他看到他们两个人开一步卡车过来 然后呢 每十公尺 他们就下来 那第一个人在地上就挖一个大洞 把土挖一挖,挖了一个洞 那第二个人就去把土把它埋起来 好,然后就上车 再开十公尺 下来 第一个人挖了一个大洞 那第二个人就去把土把那个洞埋起来 那又上车 又继续开 就这样子 一直这样 每隔十公尺就下来 一个人挖土 那另外一个再把它埋起来 好,这件事情很没有意义 那这个人看了很久 觉得很奇怪 实在是忍不住了 就问他们说 先生 你们在干什么 为什么一个人挖土 另外一个人把土埋起来 他们就解释说 这样 你不了解 我们是在负责种树的 他说 你们是负责种树的 但是我没有看到有种树啊 他说是这样 我们本来是三个人一组 第一个人就负责把土挖一个洞 第二个人就负责把树买进去 把树放进去 就是把树种进去 第三个人就负责把土埋起来 就这样子 十公尺后 第一个人土挖一个洞 第二个人把树种进去 第三个人把土埋起来 那今天 那个第二个人刚好请假没有来 没有来 但是我们还是要上班啊 所以第一个人就做他 他以往都习惯就是挖嘛 第二个请假没有来 第三个人就是把它埋起来 那我想这是一个笑话 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子 但是我们去想 有时候在一个团体 在一个组织当中 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以往都这样做 我就是负责挖土的 我就是负责埋土的 我就是负责种树的 就是习惯都这样做 那我们就会一直 人是有惯性 我习惯这样做 我就一直做下去 但是这样子做 花很多时间 但是不一定有效果 就像刚才那个故事 他们花了一整天挖洞 埋挖洞埋 但是没有树啊 所以有时候花了很多时间 是徒劳无功的 好 那我们看整个时代 很快速的变化 以前是农业时代 但是教会到现在的这个时代 有一些做法 这个跟农业时代 其实都已经不一样了 那有一些我们习惯这样做 我们觉得很完美 但是你如果停下来 静下来想一想 这其实有一些是可以调整 有些是一些行政的事务上 像因为疫情 我们也做了许多的调整 那今天就用这个主题 是我们检视我们自己 包含我在内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是在旁边看 还是说我们愿意投入 自己投入呢 那我早上就用三点 做我们彼此的一个学习 第一点 我们看圣经 罗马书十二章 十二章第二节 新约圣经 两百二十三页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那要怎样呢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去查验到底什么才是神 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好 这里提到就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当然真理是不会变的 但是有一些行政的事务上 因为外在的环境 因为社会改变 因为人心的改变 那可能有一些需要调整的空间 但是通常的原因是我没有静下来去想 去检视这整个流程 好 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的十八节十九节 在旧约圣经的八百五十四页 好 这里神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十九节 看哪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好 所以神是一个灵活 会做新的事情的神 好 世界在改变 有一些行政 有一些可以调整的 要跟着时代做一些调整 要灵巧的应变 那我提到说 因为人都是有惯性的 同样的一个团体也是有惯性的 他习惯这样做 就会一直做下去 很难静下来思考 那其实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他包含了两样的元素 第一个是形式 第二个是果效 我举个例子 那我们说 比如说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不管是悟性祷告 灵眼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 就会把眼睛闭起来 好 那眼睛闭起来 这是祷告的形式 那他的果效 他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专心 因为我们眼睛如果看到 这个有这个蝴蝶飞过来 有这个风吹过去 这个窗帘在动 我们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眼睛闭起来 他是一个形式 他的果效是专心 那在这个里面 其实果效才是重要的 形式只是达到 那一个果效的一种方法而已 也许也有别的方法 所以不一定 那所以你要 因照不同的情形而改变 比如说我现在在开车 我想到一件很难过的事 我要祷告 我就眼睛闭起来 祷告 这样好像也不太好 因为我在开车 这个时候我当然 就要灵活的应变 眼睛闭起来 只让我专心祷告 不是说祷告 一定要眼睛闭起来 如果我在开车 我想到很难过的是 我要向神呼求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要祷告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要眼睛闭起来 可以吗 当然不行 因为我在开车 我还是要遵守安全的规则 路上很多行人 我要为其他人来着想 所以有分成这个形式 跟他的果效 那我们来想 教会 教会不是指这个建筑物 是我们这一群人 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有教会 刚好我们疫情 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回来 好像大家还活得好好的 生活还不错 那到底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再回来思考 为什么要有教会 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当然这个就有人说是有宣慕 有宣道跟牧养宣慕嘛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就包含了宣道跟牧养 好 那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 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让人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这个是教会存在的这个目的 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我怎么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这个是可以调整 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做法 而且要很这个敏锐的去感受对方的心 我常常讲一个例子 这是真正的例子 几年前这个巴斗在布道会的时候 有一个目道者来 我们就跟他聊 聊到后来他就说 他其实几十年前去过某一个正耶稣教会 我们说这样 后来呢 他说他那一次去之后 他就下定决心 他再也不去正耶稣教会 我们就很讶异 为什么会这样 应该来教会是很温馨充满爱心的 他说他去那一次 有一个陪堂的人跟他说 你这个拜偶像全家都下地狱 你们全家都一定都下地狱 火不会洗 蟲不会死 一直咬你全家的人 当然 我们严格讲 这个人说的有没有错 不算错 但是你需要在目道者第一次来的时候 跟他讲用这样的方式讲这样的话 可能也不需要 是这样 所以说 从那一次我就来常常思考 有时候你讲的话你觉得是对 但是他的效果不见得好好 所以我们观察整个时代 整个环境的变化 整个这个教会有什么资源 掌握教会发展的目标 用各种智慧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比如说 现在大家都会用手机用网路 那如果我们都完全都不了解 这方面的一些科技啊 也完全不去管 不去学这些东西 那其实我们的宣道会受一点影响 在早期 如果有点年纪应该知道 我们有时候 那个传单还会夹报 夹报纸 就是报纸在发送的时候就会夹 夹着送 那你现在你说你要去夹报 现在报纸可能大家都没有在订 在座有看报纸的可能也不多了 我们都看电子媒体 所以这个你在宣道上你就会受限制 那你很难在这个 像比如说今天疫情的时候 我们要控制五十个人 有一些人就必须要在线上聚会 那一样有些活动必须要线上的办 那在这个教会的事工当中 我就有一个原则就是 多鼓励少批评 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常常参与教会的活动 而且教会也安排他做圣工的一个统领 那有一天他就跟教会的这个负责人说 他要辞职 他不要再参与这个圣工了 那这个有一个统领跟他很熟悉 他就问他说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 就私下问他 他说他在教会参与这个圣工 听到有一些人讲一些话 他听得很不舒服 然后他自己也觉得说 做这个圣工那个人有资格吗 那个人又没有来聚会 行为又不好 他为什么可以参与这个圣工 如果他可以来参加 那我就不要参加了 就这样他就退出了 他不愿意继续参加了 但是这个活动是很早 教会就安排好了 但是活动日期越来越近 但是因为内部这个有认为说 某某某不应该参加 他没有资格 然后就造成内部的这个延迟 那感谢神有一些比较爱主的同龄 就在这个主动去协助这件事情 去稍微把这个双方 就是坚持的双方 稍微做一点协调 后来让这个圣工能够继续的完成 然后荣耀神的谜也造就了信徒 有时候他对事情不满 他认为说只要谁来我就不参加 那造成说这个整个圣工被当务了 甚至于你说因为你自己的这个心情不好 你就毅然退出辞职 把本来你该做的工作丢的不管 那这样子到底谁赢 你真的赢了吗 其实你并没有赢 好 那另外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同龄 他教会安排他办一件事情 那他接任了这一项圣工之后 他就很积极的在筹划各项工作 那他也很用心也很有心思 然后希望从他看到的这个教会的一些破口 他如何来提升整个所有信徒的信仰的内涵 好 那他他发现他这样去推动的时候 他很积极 但是所有人跟不上 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团体的 你一直向前冲 有的其实没有办法 所有人都跟得上 即便你的方向是对的 你对哦 我没有说你错 你方向是对的 但是有时候这个团体 他没有办法跟着你的脚步 你要冲很快 大家跟不上 好 那他就开始有点挫折感 他就觉得说这个圣工好像就是 使不上力啊 因为他冲很快 所有人都跟不上 后来有一次传道好像发现他 这种预政法力的那种感觉 就跟他聊了 然后就发现这个问题 跟他说有时候你要学习等候 等候神 等候弟兄姐妹 好 我们是团体 你一个人冲很快 整件事情没有办法 有时候你要交托 你想得很好 但是你要交托给神 你尽本分去规划 你认真的祷告 认真的去执行 但是神有神的旨意 你就求神代理 不要一直要很坚持 要照我的想法来做 那后来他调整了他的这个做法之后 他看别人的那种态度也不一样 他本来会觉得说 这些人跟不上啊 不积极啊 后来你自己心态调整 你再重新看这个圣工 你的想法也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第二个要分享的是 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在这个团体里面 有人是来很久 几十年 从小就在基隆长大 那有的是后来才来这个新的团体 那比较后来来的人 有时候容易会有点陌生啊 因为大家都可能很熟嘛 居然会就是A团体聊A的 B团体聊B的 他就站在那里 不晓得要干嘛 那会很陌生 那当然有的人很积极 他自己会主动就跟人家聊天 但是有的人个性每个人不一样 他比较这个怕生啊 可能需要有一些人去带领他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信仰上有人去去引导他 有人会缩在自己的角落 那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这个新团体 那也有一些人可能在人际关系 曾经受伤过 有一些人这个可能是需要安慰 需要你去倾听听他的想法 也许他的人生正面临了一个风暴 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我们该怎么做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观察 观察 我们很久没有来教会 大家很高兴我就跟他聊天 我就习惯跟他聊天 其实我大概就固定跟这些人聊天 没有错人都是习惯这样 但是我们要去观察 有没有人被忍弱 我们敏锐一点去看 去同理心去想 如果我今天第一天进来这个团体 都没有人理我 我也会觉得好像怪怪的 至少有点打招呼 或是问候一下子 那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一家人 所以彼此的关怀是很重要的 我们既然说我们是弟兄姐妹 我们的行为就是弟兄姐妹 而不是像陌生人一样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互为肢体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 三十四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 这里主耶稣跟门徒这样说 他说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所以同样是神的儿女彼此的关怀 其实是我们应尽的本分 就像在家里 你说弟兄姐妹 总是会互相的照顾 更何况神吩咐我们这是一条命令 我们更应该这样做 有一个见证 有一个学生 他离开他的原属教会 到很远的地方去念书 就一个人搭车就到那个地方去 那就是新的环境 这个教会也不熟 这个学校环境也不熟 通通是新的开始 觉得很孤单很没有办 那到了学校之后 安顿好了之后 他就自己去找教会 他就拿着这个手机的地图去找 教会的地方 那去参加教会聚会 聚会完了之后 刚好有一个同龄就过来关心他 然后问候他从哪里来的 然后这个 这个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那他这种觉得说教会很亲切 那跟弟兄姐妹有这种比较熟悉的感觉 那所以后来 这一个家庭常常照顾这个学生 也关怀他 好像就是他在外地的一个家人一样 那也邀约他能够多参加圣工 其实你参与圣工 跟教会的连结就会比较多 如果你都在旁边看 这个是安排表上面的人 跟我没有关系 你其实都是有一种梳理感 就是看别人在干嘛 其实你不觉得你是团体的一份子 那所以他也邀他一起来参加圣工 当然是我们第一个为神服事 第二个跟弟兄姐妹之间也有互动 那他的信仰就被照顾 那有一次这个学生他的身体不舒适 后来到医院去 是紧急的状况要动手术 那因为他的家人都很远 通知了之后这个半夜坐夜车上来 也要隔天早上才会到 很感谢神的 那这个教会的这个家庭 他就到医院去陪伴他 跟他一起祷告 后来父母亲隔天上来之后 看到这样也非常感动 就是教会的人愿意这样子去陪伴 去照顾这个不认识 比较陌生的这个弟兄姐妹 这是第二个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要觉得我们都是一家人 不要觉得说这是谁的事 这是负责人的事 这不关我的事 我们不要有那种在旁边看的心态 就以球类比赛来说 很多人都希望在旁边加油 现在不是大家看奥运吗 哇这个很厉害 我们都希望旁边看 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说我们今天组一个球队 我们来打球 大家都说不要不要你去打你去打 我没有空 我没有时间你找别人 我们在旁边看 然后再指导 你这样不行啊 你这样应该怎么样啊 你这个这样不行 其实我们自己应该要 卷起袖子下去了 如果教会是一个美丽的花圃 怎么样让这个花圃的花开得很茂盛 你一定要卷起你的裤管 卷起你的袖子下去 下去除草 下去帮忙施肥 下去帮忙挖土 你不可能永远在外面看 你说可是那个图很沾耶 我手去摸 脚踩进去 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要去让这个花圃的花更漂亮 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你要去克服 你要去适应 好 第三个要分享 就是很多事情 从我自己开始做起 好 我们不要去看别人 指责别人 很多事情从我们自己开始 好 主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故事 一个比喻 这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 25到37节 好 那这一段很长 我想大家也都熟悉 我今天就不去谈这个故事的一些内容 那绝书讲这个比喻 其实背后有一些背景 我们常常没办法去掌握他的背景 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 好 那其实撒玛利亚人跟这个神的这些百姓 有一些爱恨情仇 很复杂的历史的因素 怎么说呢 撒玛利亚我们要知道他在哪里 他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北边 所以在我们如果知道那个他们有一个形成 后来形成国家的时候 这个大卫所罗门 后来就分成南北两个国家 那所以是北边这个国家 北国跟南国我们这样去记有北跟南 那北国是先被这个亚述灭掉 先被灭掉 好 那亚述那时候的做法是我把你灭了之后 我把一些人带走 抓走 把他一些人抓走 但是不会把所有的人都抓走 那因为撒玛利亚是在北边嘛 就北国被灭掉之后 我就把一些人带走之后 那你去想喔 亚述他还是需要贡品 还是需要这个收税 所以有一些这个土地 有一些农作物 还是需要有人 人工去处理 去处理 所以他不会把所有人都带走 他会留一些人在那边 好 但是那些人很少 你很难运作整个城市 就像教会 如果只有三个人五个人很难运作 那他就把外地的人 带了一些人过来这里 好 那这一群人住在一起 久了就是文化会接近 就像我们跟这个社区的住久了 语言接近 宗教信仰受影响 那婚姻会通婚 这个都是难免 因为人跟人就接触 我就是跟这些人在一起 你常常跟他接触 那可能日久生情等等的 可能对象结婚就会考虑是他 所以文化受影响 语言 然后这个这个宗教 然后婚姻就通婚 然后所以他的宗教是混乱 他不是拜独一神 他也敬拜这位神 但是他的重要是混乱 也拜其他的神 好 那所以是这个状况 那有人说那如果是这样子 为什么他们两边这么不合 历史上曾经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某个家族 某个家族可能之前有不愉快 后面的人还是不会很和睦 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以色拉记 第四章 我们今天用点时间把他的这个背景 理解清楚 我们比较能够进入主耶稣讲的这个 到底他要表达什么 第四章我们看第十节 第十节提到说 有很多人 这些人都是 就是他说是一个尊大的这个国王 他把他牵过来 就把他摆在撒玛利亚城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把一些人抓走 但是我会抓一些人过来 我把一些人移民过来这个城里面 所以这边就是有混杂很多的人 人口是混杂 种族是混杂 文化宗教都是混杂的 好 那这些人有什么 跟他们以色列百姓 有什么历史的不舒服呢 我们看第四章 一开始 一开始他们这个 要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 他们的顺序是这样 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 什么建圣殿 又要修这个城墙 到底这个历史好像很复杂 一开始回去 就把这个祭坛 因为你回去的目的 目的是要敬拜神 所以祭坛是最重要的 所以先做祭坛 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盖圣殿 盖圣殿当然要先立根基嘛 立完了之后 就受到祭坛 就停工了 停工 到后来 再一次的开始复工 开始做到完成 做完成 复工到完成 为什么会复工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哈盖苏的背景 说你们自己住的是 这个有很好装饰的天花板 但是省的殿 却是荒废 就是有先知起来激励 后来我们就开始重新盖 盖好了之后 很多年之后 另外一批人又回来 就会从宗教上去处理 然后去把城墙盖好 就是有 宗教就是以斯拉来处理 城墙就是尼西米来处理 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 那所以这第四章就在讲到说 他们一开始要回去盖圣殿的时候 好 我们看第二节 这一群人本来就住在撒玛利 你们是重新要回来 回归回的人 他就跟他说 啊这样啊 你要盖圣殿 啊我跟你一起盖 啊 我我帮忙 为什么 因为我拜的神跟你一样 没有错 他们也敬拜耶和阿真神 但是他们还拜其他的神 他不是一神教 他信仰是混乱的 好 那这些以色列百姓 第三节他们就说 这样好像不好 我们自己盖好了 好 就这样 有人会说 怎么不通人情 人家邻居要帮你盖会堂 你还不要 你应该说 好啊大家一起来盖啊 这些人的动机 不是像表面上这么清楚 怎么知道 从后面这一群人的表现就知道 我们看后面 后面 后面 后面就在这个 第七节 他们就写信给当时的波斯王 那是波斯同志 那跟他们说什么呢 我觉得这一封信写的非常的厉害 如果我要来阻挡圣公 我可能没办法写这么好 他们写的多厉害 我们看内容 我们看这个第十二节 他说波斯王你应该知道 从你那里回来的这些犹太人 开始建这个圣殿 他们这个到耶路撒冷 这个反叛恶劣的城 要盖这个圣殿的根基 要築成墙 好 然后呢 他说如果盖完之后 不是我不舒服哦 是你会不舒服 这个很厉害 他不是讲说 我在这里住这么久 这些人来 就要盖会堂 不是 他是说波网我帮你想 我帮你设想 你看 你看 如果他们盖了之后 就不会缴税给你 不会进贡一些东西给你 所以结论是什么 十三节 你会受到亏损 国网我跟你讲 你会受到亏损哦 那我其实 我没有要阻挡 十四节 我是因为 有吃到国网给我的一些东西 我不忍不忍心看到你受到亏损 我实在看不下去啊 所以我不得不跳出来跟你报告 是这样 所以他是站在国网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哇这个很厉害 完全不提自己的事情 跟我无关啊 我是帮这个国网去想 好 那再来十五节 所以你看你就知道 他们这些人是有问题的啦 所以好 这个不能够再盖 如果盖呢 十六节 他说如果盖完之后 河 河以西的地方就跟你无关了 波斯帝国的这个统治是 我们知道这个两河流域 底格里斯尔又花拉底河 河西就是这样河的西边 就是犹太 撒玛利亚这一边 他们就不缴税 不纳贡 这样国网你的这个影响很大 你要想清楚这对影响非常的大 好 他们用这样的方法 后来呢 国网就说 我们看十七节的前面 好 停工 停工 就下令停工了 好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 尼西米记第四章 第四章第二节 好 这个 讲这个反对的人 这个讲森巴拉 他跟这些撒玛利亚的军兵 因为他们就是刚刚我提到我现在介绍 撒玛利亚的背景 他说 啊这些这么弱的犹太人想要干嘛 他有可能自己保护自己吗 有可能献祭吗 有可能成功吗 这些石头都已经被土堆被火烧过了 你要拿出来再去盖城墙 怎么可能 好 然后这个第三节 很酸啊 他们盖的这个墙 狐狸一上去就倒了 很酸啊 讲话人跟人讲话就很酸 啊你弄那个 狐狸上去一踩就倒 是吗 狐狸这么重吗 狐狸很轻啊 就是讲话非常的酸 酷薄啦 好 去阻挡他们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历史背景之后 再回来看耶稣讲这个撒玛利亚的故事 就是说 一个犹太人 被打的半死奄奄一行 然后呢 谁看到了 祭司看到了 啊 我很忙 这个 别人会处理啊 我先走了 再见 一位人看到了 一样不管 好 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 有他人看不起 为什么看不起 刚才说我之前就有一些不和啦 祖先的时候 你的祖先就说 我们盖了城墙 狐狸上去就会倒了 好 那我当然跟你不和 撒玛利亚人看到了这个受伤的人 就动了侧隐之心 去包扎伤口 好 所以主耶稣最后讲什么 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 好 因为这故事 我们很熟啦 我就不再重复内容 好 第十章 三十六节 跟三十七节 主耶稣就问很简单 谁是那一个受伤人的灵舍 谁谁真正关心他 好 那三十七节 他回答的是 真正怜悯 付出行动的那一个人才是 不是 不是 同胞 不是亲疏远近 是真正付出爱心行动的人 好 再来 主耶稣最后怎么说 啊 这个很好 考一百分 不是 他说你去照样行办 就是这样去做 去从你开始 就从我开始 好 我们去关心人 好 即便是我讨厌 我痛恨 跟我家族有仇的人 好 犹太人很轻视撒玛利亚人 好 那结果这个受伤的犹太人 最后是被一个圣巴利亚人所救 所安慰跟照护 好 所以 主耶稣讲这个 这个值得我们来思考 好 真正付出行动去关怀的 主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吧 不是去研究 照样行吧 就是要去做 所以有人说 关怀 是 动词 不是名词 不是名词 我们这个 成立一个关怀组 这关怀组的工作有下面十二项 这个第一项 我们就开始讨论 那都是名词 关怀还是动词 就照样去做 有一个见证 有位统领 他这个中央教育的教员 他对班级很用心 然后就想了很多的这个计划 然后让这个这个教会的中央教育做得更好 但是呢有一些做圣工的他的前辈 看不下去 你做的什么 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都还没有信耶稣 我懂得比你多 就是对他讲提出来的很多事情就是阻挡他 反对他 那渐渐的这个 年轻的教员就受到一些挫折 他就觉得很灰心 那后来跟另外一位教员在聊的时候 另外一个教员跟他分享 自己也曾经被误解 被人家否定过 那后来呢 怎么走过来的 就是你要坚持你的心智 你到底为什么做这个圣工 再回来想一想 我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圣工 我的心智是什么 你转化一下心情 调整一下做法 等待一下时机 他就调整了自己 顺服神的带领 那后来他这个 我们又看到他又重新再出来担任教员的这个行列 看到他做圣工的这个生意 很感谢神他走出来 当然也看到有一些人没有走出来 他就从此在这个圣工当中就消失 就再也看不见他 都有 就是看我们要去调试 要去思考你当初一开始的初衷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圣工 为什么 那我最后简单讲一下我的结语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那我们的原生家庭都不同 我们也都不是完美 所以我们都需要这个救恩 但是我们也要不断的灵修 不断的调整自己 不断的学习跟别人相处 在生活当中 在教会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 一定会遇到有一些不如你意的事情 不可能你开车来基隆 一路都是绿灯 你一出门每天都是晴天 信耶稣没有保证这些的 一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甚至有一些 你不喜欢的人在你身边 也有一些 他不喜欢你的人在你身边 一定会有 那但是呢 我们去想 什么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 应该不是这一些 不是这一些不顺利 不是这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要去学习 包容别人的缺点 我发现很多时候 对方不见得是恶意 但是他的原生家庭 他的价值观 他的做法就是那样子 也许你觉得很不好 很不舒服 但是他不见得是恶意 但是我们要去 换一个角度去想 他为什么这样做 去包容他的缺点 我说缺点就是说 你是对的 他是错的 但是我觉得你去包容他 去体谅他的软弱 然后大家都能够不要去看人的不足 互相带打 然后真正能够彼此相爱 那经过这段疫情的时候 我们大家又都回到教会来聚会 那教会教会 不是指着这个建筑物 教会是在座我们所有弟兄姐妹 所以教会是一群活生生 有温度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就要彼此的关怀 互相的包容 以神的爱为中心 来大家凝聚一个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心力 那别人一到教会一看 就会从我们的身上很自然的看到主耶稣的爱 就知道这是一个爱的群体 自然就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来 认识教会认识耶稣 归入神的名下 所以让神的爱在我们中间成为一股软牛 成为一个温暖的一股流水 一股正向 让我们每个人充满热忱的愿意站出来 不是在旁边看别人做 我们愿意投入侍奉 参与事奉 勇敢的得主所用 就是让我们自己乱绝书来使用 请使用我 主啊 求你使用我 好 那我第二节就 以此跟大家互相的勉励 我们一起来唱诗 287首